他身上的优点我一定要学 所以我想 我目前接触这么多教派 大概没有人会说 我属于哪一派 现在有一个讲法是 海淘法师是 嘎举派 我们不像 因为大宝法王很出名 但是嘎举派的任何缺点 优点我都会学 林玛派的优点我都要学 管他什么派 只要帮助众生的 对不对 柠檬派也要学 对不对 苹果派也好吃 所以意思是说 这些对众生有好处 你怎么不学呢 对不对 如何把苹果派 我到国外只能吃苹果派 素食的 我被夹下 但是问题是你要学这个 你不能说把自己设限 佛讲空 就是不能执着门派 不能执着宗派 菩萨那更不能表达 所以我的师父特别要求 以后人家问你哪一宗哪一派 哪一宗 成佛宗 菩提派 对不对 你要这样子说 你不能说你是哪一宗哪一派 你一说哪一宗哪一派 你又把自己切断腿了 我是人间佛教 所以我不能放生 因为我是人间佛教 那你被卡死了 你被卡死了 我是密宗 所以我不要念阿弥陀佛 那不念阿弥陀佛你要念什么 阿弥陀佛说也可以 但是一样 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 一样 但是如何去念 所谓金刚秤 不是说我念阿弥陀佛叫金刚秤 不是我念阿弥陀佛就不是金刚秤 是你有没有金刚秤的发心叫金刚秤 而不是跟你是西藏佛教有关系 也不要说我是西藏人 我是密宗 我比你们汉传佛教高 那你已经跌倒了还叫高 因为你有傲慢分别心 那你就不成就 接受灌顶的人有什么叫傲慢 接受灌顶是你把救火车的钥匙 放在你身上 你护着要去救火的 你有好什么骄傲 你不去救火你就犯戒 你就破山的业戒 灌顶是一种授权 为了要去利益众生 而不是我得到什么样特殊的教法 来增加我的知名度 那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我想每一个教派 包括世间的公司 世间的宗教 都有它的优点要学 这个叫上求佛道 都有它的缺点 我要我们弥补 这个叫下化众生 所以我想凡所有因缘都是老师 对不对 所以今天幼安教导院来 是不是我们的老师 那就是 我们可以学很多 院长换你做 看你怎么做 不然许寒儿换你做 看你怎么做 你也会扮演得很好 因为你不能说 我不是 好在我不是寒儿 你不慈悲 你们讲这种话 你要能够了解 我们伤儿的心态 需要人家怎么关怀 怎么样去引导他们 如果你一个人 如果只关心自己 他就会骄傲 我正常 我脑筋正常 所以各位 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道教 各种宗教 乃至没有宗教 你都要跟他合为一体 了解他 吸收他的精髓 所以有一次 他们办法会 有一个老菩萨在那边插花 我就坐在那边一直看 老菩萨说 叔叔 你要挨插花 我现在就在插花 因为我要去观察他怎么插 第二个 老菩萨在插的时候 他心里怎么想 我要引导他 首先我一定要欣赏 赞叹他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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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很高兴 然后再慢慢引导 老菩萨 你在插 你在观众 吐就坐在那边 这对火 要吐怎么高兴 还配什么火 哇 你光举无量 他说 叔叔 我都没想到 我只想要有蓝空 水就好 你就插很多 你没共用就吐 然后你再插的时候 你观想 我佛加持这个花 这个花变莲花 七色莲花 它可以超度地义轨道 所以我这个花 如何变成能够超度地义轨道 你有一个 对佛的供养 对六道众生的心态 你去插这个花 到时候就不一样 不然我一看就知道 是你插的 那你就没有变化 所以今天的花 明天的花不一样 特别你插到这边 我旁边摆了堕胎胎额牌位 那你要问 胎额 你们要什么花 那你自然那个花 就会满足胎额的需要 又能够满足虚空障菩萨的需要 你有这个心态 自然它插出来就不一样 对不对 就像一个做歌曲的人 他怎么知道 今天要做好听的不好听的 是他做出来以后给人家听 那带不好听 他才知道 所以问题是 你只要融入这个情境 你在插的时候 已经在供养诸佛了 然后当然就像你想的 如何让现场的人 都觉得这个好 然后呢 让胎额 让众生 那个时候 你已经在修行了 那你这个插花 插得越久 功德越大 我看的人功德越大 对不对 我们大家一起 同享功德 然后以这样子 他也觉得很欢喜 我也觉得我进步了 所以以后让我插花 我一定插得很漂亮 因为我世间的学了 我出世间的插花方法 我也学了 你有听到吗 困难 所以各位 煮饭 穿衣服 走路 生病 都在上供下识 都不离佛的加持 都不离慈悲 帮助众生 你得癌症 你要酸背痛 不要一直舍弃 跟我回家 帮我回家 利用这个来修行 那利用这个 我得癌症 怎么来祈求三宝的加持 我得癌症 三宝要教我什么 因为我有 我有一个执着 有个业力 所以我要忏悔业障 因为我又没有空性 所以我很怕痛 所以我一方面要 忏悔业障 思维空性 更重要 我得癌症 我才知道 得癌症的苦 那如何帮助其他更多人 不要得癌症 癌症的因是什么 癌症的源是什么 癌症的果是什么 我借这个机会去研究 所以以后你就成为 癌症专家 这个癌症就让你开悟了 哪一天你可以写一本书 我十年癌症抗战的过程 成功 成功 死了 但是你留下一个真理了 也不一定 搞不好你活着也不一定 随缘嘛 成功不是活着 讲一句难听的 这个人癌症成功了 然后继续吃肉 他还不如死了 这样有没有听到 这个癌症成功 他还跑去钓鱼 那还不如死了 对不对 所谓成功是你 从这个生脑病死的过程里面 体悟到生脑病死的因果的关系 那这样我们生命有意义 死亡是必然的 他们是早一点死 我们是慢一点死 不一定 搞不好人家癌症还没死 我们已经摔死 心脏病发作死 所以这个死亡的 随时会发生的过程 你要一直去思维 刚刚Nolo跟西讲了 他们理论上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把这个理论 用在实际面对 那种生脑病死的痛苦 那这样他讲的法对你有用 搞不好他自己都没用 但至少我用到了 所以你要把这种 真实的生命的情节 每一个众生都在生脑病死的苦 真实地用在你的心里面的感受上面 以及对众生的关怀上面 所以你看到人你都不会骂他 可怜 因为众生可怜都在轮回 对不对 他现在再漂亮 再有钱 再英俊 再出名 都很可怜 因为痛苦 生脑病死 魔鬼都在他后面 他不知道 怎么办 他知道 但他没有在修 怎么办 所以要为这个儿去尽力 所以我想佛教的问题 是在解决这些 根本问题 生命的根本问题 生老病死轮回苦的问题 所以佛教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解脱轮回苦 对自己叫自立 对众生叫利他 所以这两方面都要解决 但是你要利他 一定要不离开自立的范围 你不能够断除自己的轮回苦 你如何去断除众生的轮回苦呢 所以 但是你为了要断除众生的轮回苦 那你更要接触众生 所以这两个要一起进行 卑制双运 一起自立的他 这个合起来叫不罗蜜 不罗蜜 所以我们要去实践所有的不罗蜜 你才能够自立的他 才能够真实成佛 也能够帮助所有众生成佛 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要学佛 最后要把你的佛菩萨 随时放在你心里面 不是摆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代表什么意思 你要非常清楚 这个叫蜜 他为什么要这个颜色 为什么要拿这个剑 他表什么法 这个表这个法 那你要把这个法 确实地印在你心里面 你要随时拿着智慧剑 去断除众生的烦恼 我只跟自己的 你随时要拿着如意宝 慈悲 去圆满众生 离苦得乐的方法 所以我想每个佛菩萨 都不离开 卑制双运 有些佛菩萨 两只手还不够 四只手 六只手 八只手 对不对 千手 因为他要 普度更多的众生 他必须有各种的法门 那这些法门 我们不应该懒惰 我们要学 要学 要去查 所以那要去实践 这样对我们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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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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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出口费用接驳车 我们希望所有的幸运都降临在自己头上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需要先去思维如何利益他人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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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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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包著一杯豆漿 還有一包素食飼料 各位慢慢餵魚好不好 哪裡有河啊 溪水有魚的 海水的 跟他們結緣 還有東河浴也跟大家 結緣一包250塊的菩提臥香 隨席功德 還有大水求眾 每次都發給各位 各位跟別人結緣 我們也多祝印 願世界每個人都有機會 帶到一條快速滅罪 保證成佛 大水求眾 也帶大水求眾 往生的時候必定上品上損 身上有病苦者 能夠速速消除病苦 所以我們在瑞典 歐洲 荷蘭 都有跟當地的 不是佛教徒 結緣 結果他們帶來 真的很感恩 特別跑到中心來 大水求眾 發揮功德 回向臣父奉 還趁末期 願消災臣福 身心自在 更願往生以後 得身淨土 心無掛 歐盲里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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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抱怨就好了 意思是說 修行靠自己 就算你今天突然迷路在山裡面 往生了 沒人知道你死在哪裡 也不可能有告別事 那就靠你在生的時候 所修的善業功德 對不對 以及你的念頭 能不能放下 不管是孤獨的往生 家人一起送你往生 你都能夠放得下 那這樣就沒問題 如果你有執著 還是會來輪回呢 前一陣子聽師父開示說 佛經上說 不能用做老師來當賺錢的工具 有沒有道理 因為教育啊 醫學啊 包括傳播真理啊 不能拿這個來做賺錢工具 也就是說你做老師 那你要有個感恩的心 就是說這是由老百姓國家出錢 供養我 讓我去做一個老師 就像做法師一樣 那這個不是為了賺錢 所以你也不能在金錢上計較 如果你在金錢上 當作很計較這個動機 來做老師 那可能犯了一個出賣知識的業 那當然出家人也一樣 出家人去跟人家念經賺錢 那就是出賣真理的業 那當然不好 三保不得買賣 所以做老師 你當然可以拿薪水 但是你的內心的動機 千萬不要計較金錢 如果你計較金錢的多跟少 那你才要去哪裡交 甚至要開辦補習班賺更多的錢 那你的動機是為了賺錢 那你就出賣你自己 那當然不好囉 那當然工作不順利就是福報不夠 乃至智慧不足 因緣不足 除了迴向 那更要改變他的心態啊 動機啊 等等 或是因緣啊 如果家裡人往生他的床衣服等 還可以留著嗎 佛教的講法 如果他已經超度了就沒問題 如果他沒有超度啊 你最好把這個 布施掉或燒掉 這要看你怎麼去觀察 因為有些人往生了 還發覺這個人會回到家裡來 甚至經常來託夢 還沒超度 那你最好把他 屬於他的東西都把它燒毀掉 讓他不執著 讓他能夠往生淨土 所以在這種情況 如果我們能夠把他的衣服啊 所用的東西洗乾淨 然後跟他說啊 我替你布施啊 要記得跟他說 我替你布施啊 因為死的這些帶不走的 執著也沒用 那我替你布施 希望這個功德 你放下世間的執著 得到福報 生天生淨土 要跟他說清楚 他說他的兒子19歲 在今年農曆3月9號往生了 請問海濤法師 是否做父母犯下什麼罪過 才會讓孩子給帶走了 接下來能夠為孩子做什麼 在另外一個世界會過好的 當然我們今天 我們的兒子死掉了 因為我們也有這種 愛別離的苦 就有他的業 所以自己要懺悔 至於這個小孩子 自己也照下來一個短命的因 那怎麼辦呢 那各位呢 多替他放生啊 就是幫助老人啊 讓他長壽啊 然後種下一種長壽無病的因 來回向給他 特別點燈啊 這些都是 點燈 剛剛講的放生 施食 用各種的方法去幫助他 然後今天有兩本書發給大家 大家可以帶回家吧 一本是吃素與放生 一本是孝順的經典 太重要了 按照經典 為什麼要放生 為什麼要吃素 這以前都帶各位念過了 但是最重要的 大乘佛教的發心來自於孝順 那這個孝順 我們華人做的最圓滿 縣世父母 七世父母 立在祖先 這也是我們福報 比他們一般 包括南傳 藏傳比較大的地方 世間的福報 不是講佛法 如果講佛法 藏傳佛教 他們佛法的福報比較大 因為他們有這麼多善知識的傳承 讓他們能夠得到這麼好的傳承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要學習 取人藏處學習 我們也希望他們也懂得孝順祖先 七世父母 這樣他們福報才大 好 那今天就沒有太多時間講課了 這個時間好像要下課了 各位的臉就寫好 我要回家了 師父時間到了 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早一點回家 好不好 今天天氣陰涼 晚上他們還會繼續超度 事實上燒越久越好 因為各位記住 做煙供你千萬不要說 火大一點燒快一點 這個不慈悲 因為眾生就是希望能夠慢慢慢慢的得到 還有很遠很遠的眾生 慢慢慢慢才可以來 所以我們要慈悲 所以就像觀音菩薩手上的甘露水 有沒有停了一天 沒有 所以各位最好在你家門口 現在請這個四五百塊台幣 大樽小樽都可以 讓它不斷的流水 然後現在也有那個煙供香 十五天一個月了 我到馬來西亞有看到 用各種的方法 去跟眾生結緣 簡單的說 香也好 煙也好 燈也好 符號也好 重點就是不間斷 透過這個外在的不間斷 表達我們內在的悲心 不間斷的悲心 不斷的去跟眾生結緣 念一下 累積兩種之良 所以呢 對跟眾生結緣是累積福德之良 就是以慈悲心去布施慈戒 人入精進 那第二種呢 念一下 智慧之良 那我相信各位現在最很缺的就是禪定 跟波爾的智慧 那這一點真的各位一定要花點時間 我發現很多出家人也做不到 忙啊忙啊忙啊 從到忙到晚 然後呢 當然過得蠻充实 但是他沒有去思維 沒有去思維 然後你做事的品質就不會增加 所以就變成一個老樣子 同樣這個人煮飯就是那個老味道 做事就是那個老樣子 那這樣你就沒有突飛猛進 那各位要知道喔 會被淘汰的喔 就像手機一樣 你沒有一起一起一起的跟著時代進步 消費者進步競爭者的狀態 你一下再大的公司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說呢 請問現在的小孩子聪不聪明 比他老爸老媽都聪明 老爸老媽還不會玩電腦 電動玩具打得比他差 那所以你要度這個小孩子 腦筋就超過不了他 你只能用錢用大小聲壓他 對他沒幫助 那我想各位你要做一個菩薩 要與時俱進 所以你對社會的整個動態 你要了解 所以你不能不了解 就像我們在學校要考政治 請問內政部長叫什麼名字 知道嗎 不知道叫做海濤 那是一個電動文 那就是這樣 但是我… 我… 我… 有… 有… 有…